小月小月我妈妈来了小月 阿姨 小大哥 阿姨好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 妈坐 阿姨谢谢小月 小月你在家干嘛呀 你不是说今天阿姨要来吗 我正在炖鸡肉 你声音怎么了呀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 要好好休息 妈 你先在这里看电视 我和小月一起去做饭给你吃 好的 小月 我帮你把这个菜洗了吧 没事 放这一会我来 我现在鸡肉已经炖好了 我再炒个芹菜就可以吃饭了 已经炖好了吗 小月 你是不是昨天就是为了炖鸡肉 所以说睡得很晚呀 没事 陈大哥 你出去陪阿姨聊会天吧 我马上做好了 我叫你们好吧 嗯 我就想和你聊聊天 那你把门关上 还要关门哦 好 小月 关门干嘛呀 陈大哥 我说我感觉今天阿姨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我感觉好像他今天心情是不是特别好 他每天心情都好啊 但我觉得他今天对我的感觉好像不一样了 哎呀小月 嗯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其实他一直都挺喜欢你的 也不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 他只是觉得我跟你谈恋爱了谁都知道了 就他最后一个人知道 所以我妈妈有点吃醋 她是生我的气又不是生你的气 知道吧 哈哈 你别想那么多 我们我这样 我先把这个菜洗了 好吧 然后我们再炒个青菜就可以吃饭了是吧 行 我先把菜洗了 妈 哎 你知道吗 昨天小月知道 你要过来吃饭 嗯 昨天晚上特地给你煲了鸡汤 忙到很晚都没有休息好 现在嗓子都哑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小子为什么那么喜欢小月 小月真的是挺不错的姑娘 是吧 哈哈 但是妈妈 小月特别担心你不喜欢她 我哪里是不喜欢她 我是因为生你小子的气 你生我什么气啊妈妈 你跟小月谈恋爱 你第一时间没有告诉我 以后你跟小月结婚以后也会有生小孩的 那以后你的小孩谈恋爱 第一时间不告诉你 你也会生气的 那时候你才体会得到 哎妈妈你不要生气了 哎呀 陈大哥 哎 妈妈做好了 我们过来吃饭 好 好啊 走妈妈吃饭 走走走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